入冬之后 财暖备受关注 地热水暖用户倍增 北方用户忙着清洗维护 南方用户忙着选购涂装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供暖热源 不同的消费理念 消费困惑却基本相同 什么材质更耐用 如何维护更科学 日常使用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为您带来 地暖全攻略 这个冬天让价温暖如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荣 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页特约播出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为了家里更暖和 许多消费者都选择 在家里安装地暖 不过地暖在选购安装 还有使用维护的过程中 会有不少让您意想不到的 消费的困惑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消费主张记者的调查 北京市的集中供暖是从每年的11月15日到来年的3月15日一共4个月 供暖季开始前后各一个多月里是地热水暖维护保养的师傅们最忙碌的时候 正常是9月份左右开始打电话清洗 提前我们因为真正供暖季到了再清洗吧 时间还比较麻烦 马旭飞从事暖气维修已经十多年 主要固定服务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三四个小区 每年从9月到12月 马旭飞供清洁保养地热水暖系统就超过150户 马旭飞今天来的这家是分户供暖的地热水暖用户 装修入住10年 这是第一次预约清洗维护地暖服务 一般是什么样的需要清洗 一般都是5年至10年地暖 有的房间凉 明显感觉有温差 一般都是分水器 分水器或地暖管道里边有杂质 分水器还可以 但是管路有点细 管路是16的 咱北方一般都是20一块 它这个适合南港 虽然看到它这个分水器好像有点秀了 有点氧化 但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 不会有影响 因为它有个自动排气阀 它会有气吧 就慢慢地有那个水色 经过询问 这户人家的地暖系统使用中 并没有遇到问题 只是用户觉得使用了10年的地暖系统 一直没有清洗过 肯定已经很脏了 有必要做一次清洗维护 10年没有清洗过的地暖系统 里面会脏到什么程度呢 拆开壁挂炉 与地暖连接的进出水管道 接上脉冲清洗机开始清洗 脉冲在管壁顶的一个 管壁那种泥垢什么的 直接能震起来 但是脉冲是最干净的方法 又不准备管的 这是什么冲的 这是干净的 对 干净的 地暖里出来了 通过脉冲清洗机 地暖系统管壁里的污垢 随着水流一起冲了出来 在记者看来 排出来的水确实很脏 但是在毛续飞看来 这种情况属于干净范围 因为这户人家是分户自采暖 地暖系统是封闭的 而且还加装了全户净水装置 所以即使是使用了 十年的地暖管道 里面依然比较干净 并没有达到 必须清洗的程度 马续飞按照流程 给整个系统做了维护保养 直至出来清水为止 到这种情况 就可以换下一路 清洗维护地暖 按照地暖管道的路数收费 每一路80到100元钱不等 做完第一家的养护 马续飞马上赶往下一家 这里是一处 50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楼 如果选择集中供暖的话 按照78元钱一平方米的商用供暖收费 一年就需要39万元钱的暖气费 经过考虑 房东选择在一年多前 花费20多万元安装了自采暖的供暖系统 这样每年只需要几万元钱的燃气费 去年装的 去年装的 对 还在保留区 现在是说已经有不热的情况吗 它地暖 地暖有不热的情况 但是炉子是运行的问题 就现在过来排查一下 对对对 刚安装了一年多的供暖系统 地暖为什么会出现不热的情况呢 估计就是地暖管道堵吧 堵塞 因为这个水质的问题吗 对 跟这个水质也有关系 因为也没有过滤 也没有前置 一模一模一模的 能够供水很热回去凉门 所以说明管道领域还挺长的 对对对 这个时机又清除了老脏了 我心里知道 因为它是又有暖气又有地暖 它来回穿水 暖气的杂质会进到地暖里 因为地暖用的是塑料的材料 对 但暖机片是用金属材料 对 金属材料 其实金属它是容易产生一些水构 对 原来这栋房子一共五层 在改造的时候 房东保留了一二五层原有的暖气片 只在三四层重新铺装的地暖 暖气片和地暖简单地连接在同一套供热系统里 这才是这栋楼地暖出现问题的关键 正常地暖烧的温度应该在四十五度以内冬天 像暖气片应该达到六十度才能热 要是你全烧到六十度放 完了地暖才受不了 要是烧四十度放暖气不热 因为中间要加地暖之后 要加一个藕合罐 它就管这个均衡水 那它这个装了吗 这个没有没有 所以出现问题 对 马旭飞提醒 如果家里铺装了地暖 但是又想在局部保留一两组暖气片的话 一定要用藕合罐 将地暖和暖气片的水管做一个区隔 果然地暖里面清洗出来的水是发黑的 还夹杂着很多的颗粒物 这些就是地暖管道里积累的杂质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必须加装藕合罐 像它这么大面具的话 每一路管道大概是多长 一路最长不能超过一百米 用了十年的地暖觉得必须清洗 但是实际并不暂 而刚用了一年的地暖却出现了堵塞 据马旭飞介绍 其实大部分安装地暖的用户 对自己家的地暖到底是什么情况 该怎么维护保养都不太了解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地暖到底有哪些 消费者该如何选购地暖 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目前正是铺装地暖旺季的江苏省无锡市 其实无锡挺冷的 无锡一般从12月份开始 可能要冷到来年的2月底 周颖家的这套新房是顶楼的富士 上下两层建筑面积将近200平方米 花了近4万元钱铺装的地暖 虽然铺装已经完成 但是周颖对地暖的使用还是心存顾虑 因为它是在所有的铺贴的下面的 第一 如果它出现了问题怎么维修 第二 它怎么保养 第三 一旦出现它不热应该怎么办 第四 我当时还考虑的是 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像周颖这样铺装完地暖 还心存顾虑的消费者有很多 而更多的消费者在选购地暖的时候 就已经犯难了 消费主张记者带着消费者的疑问 走进了建材市场 看看市面上的地暖到底该如何选择 主张地暖的话最主要分为三大块 一个是主机 主机相当一个核心部位 这块说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地暖的隐蔽部分 隐蔽部分的话就是地面的管材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控制块 分析水器 电磁拔 还有温控器 这所以主要分为三大块 与北方用户不同 南方的用户选购地暖 必须自行解决供热源 所以消费者选购地暖系统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壁挂炉 我们选的壁挂炉 不能只看家里的采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合因素 就是我们的生活用水 染用锅炉 就是生活用水和地暖一起用来的 建筑面移在100到140左右的话 我们会推这一款 这款全有款型 普通大气炸烧炉 供地暖使用的壁挂炉 以生活热水和采暖热水 两用型燃气热水器为主 消费者根据自己家的面积 户型以及经济实力 选择适合的壁挂炉 而控制部分和地暖管材 虽然与壁挂炉 放在同一展示区域销售 但是基本上和壁挂炉 都不是同一厂家 而且每家的材质 技术都不太一样 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飞机热水器的品牌也相当的多 一般我们从外面的形状上和它的颜色上 你区分不了它的好与坏 最关键的一个 你要看它里面的阀心 我们这个用的是高位阀心飞水器 这一种叫低位阀心 它的阀心在下面 用的时间长了以后 因为水里面温度高了以后会产生水垢 它会把这个孔给堵住 分析水器 然后通过这个电磁阀 给一个信号线 给温空气信号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每个房间调多少度 就老人 年轻人 小孩 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每个房间不一样的 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来设定温度 这样子也是达到一个节能的作用 那我们压力大的话 我们这边给它压力调整 这边的米数短的管道压力给它调整 把它压力调均衡 均衡的话 这样我们使得每个房间 包括客餐厅的升温速度 更加均衡 平等 地暖控制部分的主要部件是 分析水器 对于哪种分析水器的材质更好 商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现在身边也比较多 这种不锈干的分析器 但是我们到现在就是 为什么不怎么愿意 使用不锈干的呢 就生怕有 比如说有任何的铁锈什么东西的以后 这个不锈干这个非常容易碰到铁 它腐蚀起来特别快 全部采用304不锈干 那我们这个不锈干材质呢 它比黄铛的分析器呢 它要好在 不容易产生结构 铁血 杂质通过在里面 就是它本身不产生 有害于这个盆管的东西 杂质也会有害于过路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影响到过路的燃烧室 它会烧穿 烧点 商家们除了对选购 分析水器的材质 有很大的分歧外 选购什么材质的地暖管 分歧就更加突出了 最好的管子呢 就是铝塑管 铝塑管它中间一堆金属 金属的话是直接阻养的 就是不会接受够 这样子的话就是 从散热角度来说 它也比较好一点 然后从以后的 侵蚀的费用来说 铝塑管 它基本上就 连以扣它需要侵蚀管路 这个是阻养层 这是PIT阻养层的 就是管道这个涂层 通过这个图层来阻养 就相当于是 这个是直接性 这个是间接性 如果地暖管道流动的 热水中存在大量氧气的话 会锈食燃气炉 分析水器等金属部件 从而加速系统老化 缩短地暖系统的使用寿命 足氧功能或者足氧层 能有效减少氧气 透过管道进入地暖系统 在这家店 含上分析水器 各种辅材地暖管道 每平米的报价中 具有足氧功能的 铝塑管售价最高 为170元钱 而带足氧层的 PERT管为150元钱 PEXB管为120元钱 市面上还有很多 其他材质的管材 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PEXB的话是我们的原装的 PERT的话就是我们国产 像这种进口管材的话 我们增加在160块钱 然后国产的管材的话 在140块钱 PEX管分ABC三种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I管和B管 PEX-B的管材 每平方是188 A的话是168 在市场上走一圈 听了不同的销售人员的推荐 面对各种地暖产品 真是无从下手 不知道究竟哪种分水器更好 哪种管材更好 为了帮助消费者理清思路 记者请到了一位 有着十几年地暖从业经验的 资深人士葛杰敏 把市面上主流的产品 汇总到了一起 做一个选购梳理 PERT管呢 我现在是有 这三种是市场上的主流 这个白色的 也叫透明色的 市场上也可能 还会有其他颜色 就是PERT不带组养 这一款是我们其实国内 现在做的 已经是比较成熟的 就是叫PERT的三层组养管 那它也可以有灰色 各种颜色也会有 那这里面呢 它的组养层搬在外面 外圈它是组养层 中间里面还是一个PERT层 这款是五层组养管道 它的组养层是在中间 外圈就是保护层 如果是PERT管 消费者最好选择 组养层在中间的五层组养管 如果是TX管 又该如何挑选呢 A管的话 它表面呢 光洁不好 然后柔韧性也是比较好的 B管的话呢 表面的强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拉伸的强度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C管的话呢 它是其实是 这两个优点它都有 带足养功能的履宿管 属于地暖管里较好的一种管 但是并不建议消费者轻易选择 一个是因为市面上的履宿管 品质差别很大 消费者很难分辨好换 另一个 因为里面的履层不能多次折弯 所以对施工工艺要求很高 很多次折弯以后 因为这个履层 大家都知道 它热胀的所特别容易 就会有一些裂痕的话 就会有一些隐患在里面 对于不同材质的分析水器 葛杰敏也给出了建议 黄铜的分析水器 它其实虽然是主流的 它的造价比较便宜 然后它的锻造工艺 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它最有一个问题 就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它特别容易氧化 可能后期的话 它的一个氧化了以后 就美观性不是太高 这款是在我们原有的 这个黄铜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次镀镍 那这样就是它表面的这个涂层 就是抑制了铜和氧气的一个接触 那相对来说也比较光滑干净 不锈钢的分析水器 在欧洲的话 分析水器不锈钢的也是主流款 其实不同材质的分析水器 只要是合格的产品 按照要求定期维护保养 使用都没有问题 其实选购地暖 一半是选材料 另外一半就是选铺装技术 平整的地面收拾干净之后 首先纵横交错地铺上 一层两厘米厚的保温板 然后把保温板 用铝箔胶带粘贴固定 再在保温板上铺上一层反射膜 之后就开始准备盘装地暖管了 我们的管路是用的标几 间距的15公分 用的是1620的管道 你看我们这个管道的铺 铺都是一个乘一个回字纸 乘一个回字纸 这样的好处就是使得热量 是比较均匀的 过拐弯的地方 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 一个类似大托别增的这样一个造型 我们这个拐弯的半径 不能小于我们这个管直径的5倍 我们的管径是16的话 就1.6公分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转弯的半径 不能小于它的5倍 也就是8分钟 不然的话就容易形成死折 会让我们的这个水 在这个管道里面 不能够非常流畅地去流动 有着十几年地暖施工设计管理经验的 工程师龚西东提醒消费者 地暖铺装一定要找专业的施工人员 不然不仅会造成地暖系统 无法正常使用 还会给后期的装修带来隐患 地暖管道铺装之后 还要在房间四周贴上一层边界保温条 如果房间面积较大 管道中间需要再加一条伸缩缝 防止日后地暖在加热过程中 水泥沙浆热涨冷缩 造成地面变形 最后再盖上一层石英砂材质的硅金网 第一个是保护我们下面的管道 上面如果有重压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崩住的窍壶 第二个做完水泥沙浆棗瓶 它起到一个结构性的作用 使得我们地热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水泥沙浆层不容易形成大的空隙的开裂 铺装好的地暖管道要与分集水器连接好 而且要打压封住 装炉子之前我们时刻要观察 就是说这个压力是不是有变化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层 是不是都在一个正常的压力范围之内 如果是出现渗漏 那么我会从压力表上得到多数 发现有渗漏我要及时地排查 想要有更好的散热效果 地暖上面该铺瓷砖还是木地板呢 木头的这个热传导性 相对来讲没有食材那么好 但是最终都能够达到 比较恒温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热成像也可以看到 这个地砖表面的话 就是已经达到了28到29度 这样一个地表温度 而我们的地板表面的话 大概是在26度 消费者铺装地暖之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除了普通石木地板以外的 各种材质的地面铺装材料 而且地暖系统的燃气炉的温度 只需要设置在45到50摄氏度之间即可 这样地面温度可以达到28摄氏度 室内温度就能够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 这样的温度完全不会造成浮沉 消费者可以放心地 让家里的小朋友在地面玩耍 好的 看完今天的节目 下面是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地暖系统涉及的专业技术是比较多 不同的部件也都是由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因此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要格外地仔细 要看清合同里的费用 到底包含这些什么 比如说有没有包含材料费 还有人工费 回填费等等 不同部件的维修售后的条款 我们也在合同中要分开地注明 避免在后期使用中出现问题了 不知道该找谁来负责 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 地暖管道的水是封闭运行的 并不需要每年的来清洗 一般的情况下不带阻养层的地暖管 建议是三到五年清洗一次 那么带阻养层或者是百分之百阻养层的话 五到八年清洗一次 如果系统里的水是净化处理过的 那十年左右都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消费者 地暖水只需要45到50摄氏度之间的供水 所以说壁挂炉的供率 并不是越大越好 全国猪肉批发价环比四连降 降幅超过20% 网友高呼腊肉香肠可以开始做了 调控政策逐渐显效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猪肉价格调查 11月份以来 全国猪肉价格连续四周回落了 降幅超过了20% 网友们高呼这腊肉香肠可以开始做了 那么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关注最近的猪肉价格走势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敗会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